我肚子疼在树根底下上大号 同事手前把野狗引过来了 害得我拉一半让狗咬了 我们刚上山 野狗挖挖就冲着我们来了 那谁还能顾上他呀 那不跑等他咬啊 那有危险往我这跑干什么 你就没想过我大家选问题吗 我这上一半挣使劲呢 他没冲我跑过来了 我户子都没来得及提 就让野狗挖围了 就上来给我一顿逃 看你也没啥事啊 咋没事啊 我就盯上狗咬了 给我掏这么大一个破绽 这床得给我咬开线了 那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呀 那我们都给他喊了 我说狗来了 狗来了 都提醒他了 他不跑他赖谁呀 我怎么跑 我大伙上一半了 也撤回不了啊 那群狗同事带着野狗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攻击我 我有什么办法 不管怎么说 他也算帮了你们 还挺勇敢的 是 没有他 我们都得受伤 但是该说不出 那小涛就是见过大事面的 那野狗都给他围上了 就是不怕 那我们都跑了 那蹲那可能7天时间 还继续跟他拉的 跟野狗都对峙上了 眼神老坚定了 还透露着一丝凶狠 你不跑是为了帮助同事脱身吗 我帮他妈呀我帮 我蹲得太久腿麻了 要不然就他们 就不一定跑我前头 至少同事挺感激你的 你感激我屁股 那狗咬我的时候 我手机在兜里 帮我挡了一下 给我咬了一味儿 我怎么用 我这个以外还工资没发呢 这 没钱去 同事这么些年 他好不容易 他勇敢一回 你养了他也是害怕的 给我吓得心里 吐吐的 我能不害怕吗 要不是我拉得多 躲上了那群狗的嘴 你都不再放过我的 是 害的是小桃 要不小桃能拉 我都得受伤 要不我们带你过去吧 让同事给你好好道个歉 我不去 我不接受他们的道歉 他们知道我野营 躲树后面上大号 背后都叫我爱望显的躲拉 我平时在公司形象挺身似的 现在大家提到我 就想起我拉得多 我原谅不了他们 他这么跟你说的 这小子就是酱 就是要鼓励 创干 那群狗又围着我了 我肚子里没祸了 你过来救我们 谁我